但如果是没有大巨蛋的地方 还要继续的比球赛的话 那怎么办呢 麻烦的不是淋雨 而是你根本到不了现场 那怎么办 在花莲中原国小的足球队 他们是要搭车到台中去比赛的 结果因为苏花土石流 所以北上你要搭车是过不去的 怎么办呢 只好往南走 所以他们就开始从花莲搭到了池上 搭到了高雄 再转到台中 所以本来只要四小时的车程 他们花了七个小时 花莲车站内小小足球员 对着镜头开心挥手 小朋友们很快乐 不过山徒而来捣乱 教练可是笑不出来 晚一点有办法从车面 不行的话就看南回 主办那会没有取消比赛 所以饭店也定了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到台中 原来他们是花莲中原国小的足球队 原本要从花莲前往台中 参加10月1号的 全国学童杯足球锦标赛 没有想到 却遇上山陀儿 崇德和人路段不通 等于无法买好宜兰北上 到台中的车票 一行人在花莲车站内苦苦等待 没有想到台铁又宣布 南回县花东县全部停驶 而教练背着包包来回奔波 都是为了不让小朋友们的努力白费 他们只能绕远路往南绕到南台湾 好在赶在了下午3点前 买到车票到达高雄 看看路线图 原本要从花莲前往台中车站 只需要4个小时 不过现在从花莲前往池上之后 再到高雄 还得再转车才能抵达台中 车程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 来回奔波多了快两倍的时间 加油 这群来自花莲中原国小的小小足球队 过去曾经多次获得佳击 小足球员们在今年初的比赛上 一举夺下了女资组的冠军 往年的比赛成绩也屡屡得冠 实力坚强 不过小朋友们即使被困在车站内 也还是乐观面对 山陀而来捣乱 比赛之路一波三折 小小足球员们仍然拿出最佳的气势 应战比赛 只希望从南部抵达台中的路 别再受到阻挠 东西新闻 陈玉祥 苏一欢 黄一鸣 徐英器 徐承轩 花莲报道 他们想要脱逃 结果也是受到了阻挠 也是因为台风天的债务纠纷 所以有黑衣人就把人给掳走了 哥哥报警之后 警方发现这一行人 他们开车往北逃 开到了苏花东路 这个摊坊封闭 怎么办呢 他们只好掉头往南来走 结果警方早就等在路上 将他们拦截围捕 7楼一名男子滑手机到一半 突然一群黑衣人冲上来包围他 不断攻击还狂喷辣椒水 要将他掳上车 男子寡不敌众 只能乖乖跟着走 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时同行的还有男子的哥哥 他先上车还来不及关门 就被黑衣人控制 眼睁睁看着弟弟在眼前被带走 趁黑衣人不注意时 他赶紧离开冲去报案 不过被害人哥哥也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警方互报立刻以车追人 发现嫌犯先被台风给拦住了 原来嫌犯犯案后 从花莲市区往北桃 一路开到崇德管制站 却发现苏花公路因为山陀儿台风 已经封闭管制 他们只能掉头往南 沿台11海线往台东方向 警方当然也算到这一步 在花莲南端的新社派出所前 将人拦截围捕 警方随即通报此事拦截围捕 并于案发两小时 由凤林分局成功拦截 期货五名胜杰人 并顺利救出被害人 目前总共逮捕31岁养性主贤等五人 他公称因为被害人借了40万没还 才会不顾台风来袭 从新竹跑到花莲押人 这下台风天也得在警局度过 东森新闻黄一鸣张仲华 蔡雨山在花莲采访报道 新北国三生的割警案 在今天一审宣判 法官认为涉案的干戈干妹 经过多次的资商已经反省了 所以依照了杀人罪判干戈九年 干妹八年有期徒刑 死者的爸爸非常的生气 他认为杀人罪好像比贪污罪判得还要轻 因为在法庭上 法官还问少年说刀子从哪来的 少年说他不知道 是自己飞进来的 杨爸爸心真的好痛 眼泪忍不住再度溃提 震惊社会的国三生 割警案经过十个月一审判决出炉 辛凶的干戈被依杀人罪判九年有期徒刑 教唆的干妹则是依杀人罪八年有期徒刑 爱子一条宝贵性命 却换来如此结果 杨爸爸当然无法接受 我一定会上诉 我觉得这种判决谁能够接受啊 更何况儿子那么优秀的人 竟然这样子而已 谁可以接受得了 请告诉我 结果这两个因为少事法 就只判了九年跟八年 是对不对 我们的人命比那种贪污还要不值钱吗 虽然检察官和死者家属都请求从众量刑 但法官认为被告两人 在少年官户所期间 经过多次资商已经反省 只是仍需要时间调整教育两人的偏差 不过看在杨爸爸眼里 他们根本没有反省 一直都不肯承认你说 你认为他有悔过吗 更何况我们的法律是这样子的吗 只要说我杀了人之后 我只要说我有悔过了 那就可以侵判吗 他当时都没有给我儿子任何机会 杨爸爸更生气的是 两人不只在亭上不认错 甚至连行凶的刀子都变成 不知道哪里来的 杨爸爸为了爱子到处奔走 只希望法律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 割警案全案还可上诉 但受害郭三生的人生 已经无法再上诉 东森新闻张仲华 蔡如山在新北市采访报道 金华成案到底有没有涉及贪污呢 简连今天又有新动作 不但二度约谈了 这柯文哲的前随户陈文中 还以被告的身份传唤 新故乡智库协会的顾问孙凤群 现在就是在追金流 甚至外传 简方已经密讯 4300万商办的原屋主陈氏兄弟 戴着眼镜口罩 现身北检 他是台湾新故乡智库协会的顾问 孙凤群 有收到什么指示吗 孙凤群以被告身份遭约谈 一早9点就在连政署接受调查 下午2点40分送地检署复讯 但在上周27号的搜索名单中 原本就有他 一次出国才会改到30号应讯 孙凤群不仅是时任的新北市 教育局产业工会副理事长 北市教育局产业工会顾问 更当过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 政策部副主任 假设以投资市场 百年平均报酬率7%来做计算的话 20年后 可能因为长期套劳 无法投资滚存 曾呼吁政府 四大基金所有持股 明细和操作方法 不要随意拿基金去护盘 孙凤群还曾任高中老师 退休后成为理财规划师 同时被民众党援览成为智库学者 依照监察院 政治现金公开查阅平台 今年1月26号 从民众党领取12万薪资 这跟他这次被约谈 有没有关系 还有待检方追查 除此之外 以二度传唤 柯文哲前随户 成文中 长达十年都待在柯文哲身边 肯定清楚柯文哲所有行程 成文中会不会据时已够 随着贿赂金流逐渐明朗 最佳上神庆金爱将朱雅虎也认了行贿 检方还要追 紧邻立法院旁4300万的商办大楼 是不是贿赂管道 毕竟柯文哲当初买商办 频频被质疑 就是由朱雅虎签起那条线 外传4300万商办员屋主陈氏兄弟已被检方秘密约谈 但对此北检强调侦查事项目前不便说明 如今检方追尽流追到新故乡 智库协会的顾问孙凤渠 更不排除将约谈新故乡前秘书长苏靖强 等新闻旅家线彭新美在台北报导 刚才是检翻的动作 其实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在金华城案 也有结论了 这是第二个管道认为 柯市府当年拍板史无前例的荣机奖励 大有问题 所以蓝绿议员列出了五大结论 跟八大建议认为 这荣机率的确是量身打造 一般是明都更这么困难 取得荣奖这么困难 但是财团却这么容易取得荣奖的相对不平感 金华城案议会调查小组终于有结论 这结果堪称是继北检后第二管道认定 柯市府当年决策错误百出 那这个法院为金华城关上了荣机的大门 但是市府却又为金华城打开了一扇特权的窗 首先调查小组结论痛疲柯市府量身打造荣机 导致特权争议 府内委员集体谨声破坏制度 严重的违反公益性对驾性 并且一案柯市府遗忘为市民守护荣机职责 最后金华城非老屋财团特权莫此为胜 这结论蓝绿议员有公事 但白却另外提不同意见书 我们认为他过于的武断跟主观 白鹰不买蓝绿公事事实上金华城八大建议 其中甚至也检讨到业者与相关人等 曾多次亲自市府与官员会面观说 不得滥用变迁交办制度 随便一个变迁 就要只是公务员冒着这么大的行政风险 事实上金华城案疑点重重 有说也质疑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跟金华城是否有关联 举例不仅部分区地委要回捐 连市府职务也一样 像是2019年任命吴家元为优卡董座 2021年他还回捐 另外连随护警官和市府秘书长 通通捐30万 公务员薪资高到慷慨解囊 是下属变人头 还是另外一种犯官欲绝的方式 金华城案有太多疑点 现在就等检方调查 让这起避案的真相 有水弱石出的那一天 都会显这种事情怎么不懂 热血炸裂 勇者无惧 中华队加油 我是兰兰 燃烧热血 放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